感恩卢台长 我是问71年属猪女的 71年属猪的女的 想问什么 有没有灵性 散灵 没有什么大灵性 蛮好的 是你自己吗 嗯 对 健康 你这个人 人很好 就是脑子不好 记性一塌糊涂 什么都记不住 对不对啊 对 我看他那个猪的图腾挺好玩的 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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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拱拱那里拱拱 就是根本不知道方向 所以你这个人没脑子的 人家这里说说你很开心 那里说说你也很开心 你没有脑子哎 听得懂吗 你很开心呢 你为什么把个包放在前面了 像卖票员一样 像汽车卖票员一样 还有什么问题啊 其实我的 我的脸神经线 有问题 我也不懂它什么问题 我帮你看看啊 谢谢 七十一年的什么 我的脸的神经线 七十一年属珠 风水 家里的环境不大好 你家里不远处 我刚刚看你家里不远处 有一个不知道是坟堆 也不知道是一个教堂 就是有专门 不是太好 就是说过世的人啊 这种 你们家里啊 不远处 有没有啊 对 有 好了 你能不能在你家里的窗户上贴那个风水画 山水画 山水画 风水啊 好吧 好 贴贴 你告诉你 你有一点你可以静可以放心 今天你见到台长了 我不会让你得神经病的 你好好念经 好了 我的婚姻如何 你的什么 婚姻 不好 你的婚姻肯定不好 因为你是欠人家的 你东壮壮西壮壮 你的婚姻很不好 明白了吗 ok 因为男人都觉得你傻 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实在想结婚的话呢 你就找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老实一点的 不要有钱的 你可以跟他好下去 数一个 找一个数老虎的 老虎不吃猪的 听得懂吗 好 好了 那我要念什么经 或者 心经大卑咒礼佛 那是三大经 然后小经 不停地唤念 对自己都有帮助 还要放声 还要许愿 明白了吗 好 好了 谢谢 谢谢 好了